南斗市以及民间乡遭苍吟大军肆虐 民众直指货源 就是农民用生鸡粪当肥料 各单位集结起来 共同研讨防治之斗 台中市企鹅馆预算遭砍 清水区的里长们发动联署 表达抗议心声 来路不明的药酒千万别购买 云林北港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妻 疑似遭人怂恿 赔上了七万块的冤枉钱